大家好,欢迎回到雅各布的澳洲访问生活频道 我是Grace 我是雅各布 那本期视频的话 Grace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土地税和土地附加税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解释 然后看一下不同州对于土地税和土地附加税 他们是怎么去定义的 其实这块非常的说起来还是蛮复杂的 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的话 不同州有不一样的算法 然后不同州对于海外本地 然后你居留在澳洲不居留在澳洲 他们都有分门别类的这种要求和算法 所以说今天就是尽可能把大部分的情况都罗列出来 然后去比较一下不同州 不同类型的买家去持有那些州的房子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土地税和土地附加税 确实是我们每一个在澳洲买房的买家 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虑的因素 然后因为每个州的情况也不同 那可能大多数人都比较熟知的是土地税 但是对于海外买家来讲的话 还有个土地附加税 可能大家对这部分不太了解 我们今天就来仔细聊一聊 对因为你在买房之前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每年都收的 一旦你房子买下来它就会持续产生 不像硬化税 比方说我要是真的不太了解 多交也就是一个一次性的 所以说实话这房子涨几年可能也就过去了 土地税这个东西就是每年都给你发一个几万块钱账单 其实还是压力挺大的一件事情 说白了的话土地附加税就是政府对于海外买家额外增加的一种税收 当然它也是为了保护本地买家利好本地买家 对它是一个持续的费用 所以它有调节市场的一个能力 市场可能过于过热的时候 它就增加一点 然后让它冷却 然后市场它可能房子变多的时候 它就降低一下 然后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进来 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新州维州和昆州 首先的话我们来讲一下新州的土地税 要仔细听 新州的土地税 其实每个州的土地税都是分为土地税和土地附加税两种 那新州的土地税呢 就是它是有一个免税额的 它的免税额在今年现在已经提高了到96万9澳币 那也挺多 要将近100万 对 也就是说正常的悉尼的本地买家 在除了自己自住房之外 在投资一套可能200万澳币的房产 它是不需要交土地税的 因为它土地价值可能在这个96万以内 自住一套 然后再额外买一套投资房都不用担心土地税 另外一种呢 就是土地附加税 土地附加税区别于土地税的话 一点是它没有免税额 就从零开始 对 在新州讲它是没有免税额的 然后每年征收一次 针对的不仅是海外人士 包括持有PR 但是人没有在澳大利亚居住满200天的公民 就是海外海外人士是必有 对 哪怕我住在澳洲 我也有 也是也有土地税 然后你要是PR 你不住在澳洲也会有 对 就是所有的海外人士 包括学生签证 工作签证 过桥签证等等 这些是必须要交海外土地附加税的 而且还没有免税额 基本上就是打击面非常广 对 这个金额的话 也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 从2%提到了4% 4% 那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要是一个海外买家 我在这边买了一个200万的房子 它土地价值如果是100万 我每年要交4万 4万块钱 这个还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就是如果不是那种 就对 很有钱的 说实话 20万澳币一年还是蛮有压力的 对 而且很多有PR的买家的话 可能比如说过去疫情这几年 他生活在海外 他们也是会要被收取这种土地附加税的 比方说很多的像 因为悉尼公寓比较多 像那种比方学生 或者是刚来这边的 他可能先买一套 小公寓组组 两房公寓这种 但地段比较好 在市中心的话 通常这种公寓有土地税吗 也有土地税的 它起码是有土地附加税的 因为土地税的话 它的免税额应该到不了96万 对 但它有土地附加税 对 比如说像悉尼地段 比较好一点的公寓 可能很可能 它就有20万的土地价值 那就乘以4% 就是一年交8千块钱 对 8千块 因为它每年都要产生 所以这比大家还是要考虑进去 对 也不少 当然它有很多豁免的条件 比如说有PR 比如说或者是新西兰44签证的人 在澳洲居住满200天等等 它是有一些豁免的条件的 就相当于本地人住在新洲 那就没有这个附加税 那我们 当然还有一些房产类型 是不需要缴纳的 比如说一些商业性质的 酒店 学生公寓 汽车旅馆 这些养老院 这些 对 commercial 商业的 就是你要拿它去做生意的那种 对 OK 以上就是新洲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维州的部分 维州其实是最近有个新闻 它的土地税的免税额 从30万降到了5万 我们还是觉得打击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对一些房产投资的投资者 因为它是不分本地海外 而且它是土地税 不是土地附加税 对 它的土地税和土地附加税的门槛 都从30万到了5万 5万的话 基本上就是耗死必重 这个逃之逃不掉 公寓 可能有些小公寓 可能可以摆脱吧 但很多公寓如果地段好的话 还是会吵 对 对于每一个 它也是不分海外 不分本地 每一个投资者来讲的话 土地税这一项都是5万以上就开始争了 但是它是阶梯是增长的 那自住房OK就没事 就你只要但凡买一套 维州的 房子别墅 你本地海外你都要开始交税了 海外部分的土地附加税 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 它的缺席业主附加税的税率 从2%提到了4% 也门槛是从30万降到了5万 缺席业主的话相当absentee 对对就是海外人士的土地附加税了 海外人士 那有PR 然后像新州那种 就带着PR住在国外那种 好像也有 对 它也是要需要交的 就这块也是跟新州是一样的 而且税率也是一样 4% 对 然后它的 我比如说举个例子 从35万的土地价值的一个house 比较普遍一个投资产品 那减掉5万的免税额之后 那30万的土地 需要缴纳每年1.25万的土地附加税 1.25万 那个还不少 1.2万 sorry 1.2万 1.2万 那还不少 因为我们刚才给新州算的是100万 因为新州的可能地比较贵一点 对 维州你买一个很偏远的那种小房子 35万 我觉得还是轻松还是有 对 但每年要交1.2万 我也舍不得 如果持有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对 哪怕我是本 对啊 我是个本地人 要要交土地税 我是海外人 除了土地税之外 我还要再交1.2万 那我觉得大部分的 可能海外投资客 可能就要要要跑路了 嗯 对 因为最近可能也会有一些 人注意到 可能维州的这样的一个 新的listing上市量 也是有增加的 我觉得可能也会跟这个土地税的政策 改变会有影响 有关系 OK 当然维州政府都是为了偿还他过去4年 疫情期间产生的47万亿的债务 嗯 47亿 sorry 你再帮维州政府找借口 哈哈哈 就是没钱 嗯 OK 来看一下昆州 嗯 昆州的话呢 也是他昆州的土地税部分 我们土地税部分 免税额是60万 嗯 相对于新州会低一点 但是比维州已经高很多了 呃 对 就免税额的那个档 就相当于就你很容易买房子是不用交税的 嗯 这个不是说税高 是那个上限高 对 另外就是本身 布里斯坦房子也便宜 所以说 对 即使他比新州要低一点 90万到60万 但还是买个贵的区 可能买一套 投资房都不会抄 然后去比方说像什么 Logan啊 Epswich啊 这种新兴的发展区去买 什么土地价值就是二三十万 买两套都不会抄 像我上次给那个 给一个 也是投资客他去买吧 嗯 像那种就黄金海外发展的还不错的 像什么库摩尔平拉嘛 嗯 然后将近那套房子要将近八九十万 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区 然后房子也很好 我一查他土地 就市场卖的很好 就可以卖很贵 我一查他土地价值只有二十五万 可能这个土地价值有待更新 说不定明年就更新上去了 好吧 对 也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对对对 但是那块就是确实很受自助客的欢迎 结果我本来以为会很贵 结果我发现土地价值就很 像这种房子 他甚至可以买个三套也就超一点点 就超一点点 因为很多比较新的区域 他的土地可税的价值 确实会估的偏低一点 OK 这个是土地税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 对 土地附加税的部分 它是超过三十五万以上的土地 每年会有百分之二的土地附加税 而且据我了解 就是昆州 他对于像PR 你住在外面 他都不算你是 他就是管的没有很严格 对管的不是很严格 你依然算是本地 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土地附加税 对 而且像一些学生签证或者是其他工作签证 只要人是生活在本地 或者是自住这些都是他都不会产生土地附加税的费用 对 如果你是什么118住在这边 或者学生住在这边 他就直接把你当成本地人 所以说这个对于像新州伪州 这个政策应该是就极大的就区别于新州伪州 就我觉得昆州还是对于海外人士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善 对 我们对比下来三个州来讲的话 昆州的土地税政策确实是比较友好的 哪怕即使你是海外的 你依然有35万的免税额 在新州的话是零 在伪州的话是5万 就基约等于没有 但是昆州的话有35 35的话代表说 如果你是个海外投资者 你买一个 就我们不要说很很贵的区 你买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区 都不用交土地税 对 几乎在Loggan Ipswich所有的 黄金海岸的一些周边地区 基本上都不用交土地税 土地附加税也没有 因为它是那个 它有减免 对 就包括几乎所有类型的公寓 对 也是不会到35万的 土地税也没有 土地附加税也没有 这个真的太好了 只要你别拼命买 什么海外 哗哗来个什么四五套那种 那肯定就要交税 但是买个一套 对 四十水的话完全就不用交税 这个还是蛮吸引人的 所以说你觉得未来 像土地税这种政策的话 它会有 对于市场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 应该会有一些影响 比如说像对维州的市场 对 它会有一些 我觉得会有一些投资客考虑到这个因素 可能会有一些出售的行为 可能会有出售 所以说目前看上去 昆州倒是没有 因为昆州其实也有很多海外投资者 嗯 但像 就是 七八月过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新州伟州 好像有很多投资房开始上市了 但是昆州我们查了一下 那个上盘量依然是处于一个低点 对 这个对于稳固这个昆州 包括布里斯班环境 还有这种房价 其实还是有蛮大的这种 呃 帮助的 嗯 特别是我最近在买一些就价位偏低的 那种以前投资客比较多的那种区 你会发现依然还是很难买 就是你想用一个自助的身份去进入这种区的话 依然还是 满抢手的这种房子 就大家不是说啊 我一定要抛售啊 我一定要低价这种 甩卖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嗯 好 那我们差不多总结一下 嗯 对 就是啊 对于每一个海外人士 或者是本地人士 希望大家能对这两种税 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嗯 更多的了解 然后在以后的房产投资中 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嗯 好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啊 如果有更多的税 税法上的这些问题呢 也欢迎在这个频道下方留言 或者是添加我们的这个 呃 微信号啊 呃 就是后台询问 啊 啊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的话呢 欢迎这个一键三连啊 给大家点个赞 然后转发给需要的人啊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给我点点赞吧